副理箱代会的主席叶嘉宏来进行总质询 针对了副理箱多千活动中心老旧问题 要求公所进行盘点及整理 各乡镇的活动中心是办社区办理活动重要场所 不过副理箱民代表会主席在定期大会上特别提出 认为副理箱内有很多的活动中心都太过于老旧 希望公所能够尽快来改善 那是不是就活动中心跑出来整理 包括安装这些冷气 让民众去那边聚集的时候 都能享受到不会那么炎热 那我相信都说香港这是你的得胜之一 我们会后看怎么来研究各个活动中心 来怎么来处理 江东成表示今年的活动中心会来做逐一的检视 有哪一些需求要处理再进行编列预算 至于需要整修的部分会在寻求政府单位 第一个我们先盘点一下 先盘点一下各活动中心 我们那个署贞那边也是非常熟悉 我想应该都可以来 我们倒是会跟相关的这个 会跟相关的这个村盖市这些做一个研究 哪些东西金昌美跟资本人的部分 我们先来研究一下 如果资本人的部分的话 我们尽量在年初 下年度的年初尽量包给民政处 再去做协调 来做一个秀赛 复理箱老年人口多都喜欢聚集在活动中心 平日也是相亲长辈聚会休闲 保健泡茶聊天 乐龄学习的好所在 社区办理活动也都会在活动中心 所以叶嘉宏希望工作能够多多用心 希望借由提供一个温暖的空间 鼓励附近社区的居民都能够多走出家门 一起到活动中心联络彼此的感情 记者高双双副理箱采访报道